好來 問影星布萊德比特 自當編劇的最新作品怒火特工隊 影片說的是槍林彈雨之下的二戰歐洲戰場 全球票房已經累積到30億新台幣 除此之外還有哪些電影本週上映 我們帶你一起來看 布萊德比特年度代表作怒火特工隊 重回硬漢路線 300人 The tanks bust We never run before why we gonna run now 不只主演 電視監製 而導演大衛艾亞排出外難 取得全球儘存 唯一一輛富士坦克車入境 成就電影史上的空前創局 警官影評們認為 這不是布萊德比特最好的表現 但是小布以樸實的形象 增加了角色的張力 也讓本片登上北美票房榜首 擠走了蟬聯冠軍的控制 他們是黑白配耐胸難弟 卻因為變裝啪 改變 人生記憶 意外成了鎮上最夯的英雄搭檔 因此決定繼續當假警察 一路假氣蒸作 皮子變英雄 警察喜慾的老遠 但還是好看 在全球已經吸睛30億 天啊 惹的 賤 賤 賤 曉得 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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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克·葛伦霍在自制自演的新片《独家新闻》当中扮演社会边缘的自由记者 片中杰克·葛伦霍为了抢独家新闻 不仅没有道德伦理界线 更游走法律边缘 结果卷入一桩惊悚爱见 生命陷入危机 电影由钢铁雷台丹吉洛伊担任导演杰克·葛伦霍主演 为戏他特别减重10公斤 从外归到演技都有极大突破 媒体分分额预测他将是明年奥斯卡影帝大任门人选 泰国最新鬼片《幽民工厂要上》 大家给他 一座工厂当作故事背景刻画出人跟鬼之间的种种摩擦跟互动 其中这个鬼是食人鬼 死亡之后一直抱着对人世间的怨气 长眠荒郊 动作片《全霸》的导演这回打造泰国鬼片 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让观众有全新的体验 红尤诺